大家好,你是不是也听过一句话? 每天一杯红酒,有益心脏健康? 甚至还有人说,小酌怡情对大脑和身体都有好处。 可你知道吗? 最新的大规模研究发现,就算你每天只喝一杯酒,也会让你的大脑加速衰老。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惊讶? 今天我们就来揭开真相。 很多人喜欢在下班后倒上一杯红酒,觉得这样既能放松,又对身体无害。 更有人把它当作一种健康习惯。 但是,这个每天一杯的小习惯,可能正在悄悄改变你的大脑结构。 一项涵盖三万五千多人的英国研究发现。 科学家利用了一个叫UK Biobank英国生物样本库的庞大数据库, 收集了数万名健康成年人的大脑扫描数据, 并把这些结果和他们的饮酒习惯做了对比。 结果显示,即便是每天一到两杯酒,也就是一周七到十四杯。 大脑皮层依旧会出现明显变薄,灰质和白质也在减少。 而大脑皮层,正是负责思考、记忆和自控的核心区域。 换句话说,你以为是在保养,其实是在透支。 更关键的是,这种损伤还是剂量依赖的。 什么意思? 就是你喝得越多,大脑萎缩得越明显。 而且,从零到一杯的损伤幅度,往往比从一杯到两杯还要大。 也就是说,哪怕只是开始喝,损伤就已经发生了。 那灰质和白质的减少,又意味着什么呢? 你可以把灰质理解成大脑里的计算机,负责思考和处理信息。 白质就是网线,让不同区域快速沟通。 喝酒,就像在不断拔掉电脑零件,剪断网线。 长期下来,大脑效率自然越来越低。 斯坦福大学的Andrew Huberman博士,也反复强调过, 酒精会损害大脑的神经可塑性,影响学习,记忆和情绪调节。 尤其是前额叶皮层,这是人类理性和自控的核心。 它让我们能规划未来,做出明智的决定,抑制冲动。 而酒精正是最先攻击这个区域。 结果就是,你会变得更冲动,更难集中注意力,决策力下降。 就好像,大脑里的CEO和刹车系统同时在下岗。 为什么这么少的酒精也会带来伤害呢? 酒精进入身体后,会被分解成一种叫乙泉的物质。 这东西比酒精本身还毒,对细胞几乎是见一个杀一个。 而大脑特别脆弱,已全穿过血脑屏障,就会直接伤害神经元。 另外,酒精还会欺骗你,让你以为自己睡得很好。 很多人喝了酒觉得很快就睡着了,但实际上,酒精抑制了RAM睡眠,这是巩固记忆,调节情绪的关键阶段。 所以第二天醒来,即使睡够了8小时,也会觉得头脑混乱,注意力下降,情绪也容易低落。 长期如此,焦虑和抑郁的风险都会增加。 那为什么红酒友谊健康的说法会流传这么广呢? 主要是因为红酒里含有一些抗氧化物质,比如白黎卤醇。 可问题是,这些成分在葡萄、蓝莓里都有,而且含量更高。 如果你真想补充,不需要冒着酒精的风险去获取。 所以,把红酒养生当理由,其实是个认知误区。 如果你平时就是靠睡前小酌来放松,我给你几个更健康的替代方案。 散布十分钟,能有效缓解工作带来的紧张。 喝一杯无咖啡因的花草茶,比如羊干菊茶,帮助身体进入放松状态。 或者试试478呼吸法,4秒吸气,7秒丙吸,8秒呼气,立刻让心率慢下来。 这些方法不仅能让你放松,还不会偷走你的大脑细胞。 所以,每天一杯酒有益健康其实是个伪科学神话。 事实是,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安全饮酒量,就算少量,长期饮酒,也会加速大脑衰老。 真正想要长寿、健康,最好的选择是减少饮酒频率,甚至直接戒酒。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一定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未来我还会带你了解更多关于酒精与健康的真相,以及更实用的生活方式建议。 请订阅我的频道